大家好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那這一期要來講解KOF All Star那沒錯這期就是要來講這一隻漂亮的七加色那這邊有那個啦失業線OK那算是有一點短髮這種俐落的感覺吧有點暴力的感覺也不能說暴力吧就是有點叛逆少女的感覺OK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他的90等的狀態吧 OK首先他並不是一張紫卡啦所以大家不要把他拿來當紫卡來比較你會會對他有所失望所以就不用拿來跟前幾期做的大蛇三人族或是這隻蘿莉城來比較那就是一張五星的卡片這樣子那網站上的 那分數目前綜合評分是90分90分嗯不會太低啦90分OK 那這個一樣是借用這個Q的帳號那Q的這個七加色也練到也練到90等了那我們直接來看吧 OK首先他是攻擊型格鬥家嘛然後又是直屬性然後這個他的Leader就是Leader這個隊長技能就是比較普通嘛也不能說普通就是OK啦很中規中矩 針對直屬性格鬥家的攻擊力增加50%那那個96還是97的那個板旗亮那這邊叫板旗亮好像也是這個狀態吧我們來看一下 OK應該是96這一隻我們來看一下96的這個板旗亮它也是一樣跟那個漂亮的七加色一樣都是直屬性格鬥家攻擊力增加50% 所以說如果你沒有這一隻板旗亮的話用那一隻當作直屬性隊長也不錯那如果你還是都沒有了也沒關係 那也可以跟我一樣用那個98的瘋八我覺得也很不錯啊30%還行啊然後防禦力加20也行啊就是退合球其次嘛這是免費腳啊之前的那個鐵拳活動大家都會有嘛所以也不錯啦我暫時是用這一隻當我的直屬性隊長 而且他可以很容易的讓你練到90等嘛什麼都滿了好的那回來看一下七加色吧 那隊長技就是這樣囉還可以啦如果你沒有50%的話也可以用他那來看一下他的核心吧核心的話是抵抗初學效果嘛可以抗一些初學角 那他主要有那個追加電傷兩倍然後還會暈眩人家兩秒所以說他的技能1和技能3都有那個持續性的電傷傷害 所以他只要配合第一招第二招第三招然後再配合他的暴擊命中的時候可以可以將人家那個追加兩倍電傷嘛 剩餘的電擊傷害嘛然後又可以暈眩兩秒所以敵人很容易其實是很容易被暈眩的我剛剛測試的感覺是這樣 那他這邊還有抗初學抗初學抗毒然後這邊還有那個對電擊狀態敵人主動技能傷害增加20% OK那大概是這樣啦其他的話就還好 好了核心大概是這樣我們看一下技能 技能的話這三招的CD時間是10、11、12所以你要讓他做成無限施放技能的話是有難度的 我只能說是有難度的 很難啦因為他的技能出招很快然後沒有什麼持續性的招式 所以就很難去做連無限技能施放這樣子 OK那來看第一招吧第一招的話他會打兩下 往前衝打一下再往前衝打兩下 第一下揮空的話他的第二下還是會打出去 所以第一的攻擊距離算是很遠算是很遠 你就算第一下落空了你還有第二下嘛 那第二下的攻擊距離就比較近了 他就是會先打一下之後把敵人給摔到後面有點過肩摔的味道 然後他的第一你看他這三招都是攻擊性技能嘛 但是但是他的第二招打敵人之後有沒有 敵人如果防禦嘛之後還是會被他抓起來往後摔 所以他有點像是攻擊之後的摔技 我剛剛打的感覺是這樣不是感覺我剛剛測試的就是這樣 當那個boss在防守的時候我雖然打他的時候他防禦了之後 之後把他摔起來就直接往後摔過肩摔 OK那第一招有這個電傷嘛我們大家就看一下 7秒內每秒造成攻擊力的22%電傷 這個這個電傷其實是不高的 因為那個雪魯蜜的電傷是30幾%嘛 大家如果前幾期有看的話但是那是紫卡 還有機師的電傷也是30幾%對吧 那也是紫卡 所以一般的這種不是紫卡大概都給20幾%而已啦 有沒有像這個第三招也是給27%嘛 大概就是在這個範圍然後都是7秒左右 那比較特別的是他第二招這個摔過去真的攻擊力還蠻強的 869%嘛 像這個是600多嘛 600左右嘛那第二招稍微猛一點 稍微猛一點 那第三招的話是 也是衝過去打一下啦 但是他的距離沒有我就覺得沒有1元啦 我是覺得沒有1元 待會可以再實際操作看看 那他也是有電傷嘛 所以當他我剛剛的起手是123啦 我會起手是使用123 先讓他造成電傷嘛 之後他可能就會被我暈眩這樣子 那你可以在接招的時候 因為12都會把敵人給摔飛嘛 最後一下會把敵人給擊飛 那第三下是直接把敵人給揍在地板 有沒有他是往下揍 所以我建議是123 然後12他敵人會被你擊飛的時候 你可以接一兩下普攻 或者是你可以等敵人落下來再去接招 但是這樣很容易會失誤 因為那個掉下來的高度你不好抓 然後有的Boss他掉下來很快 所以如果你要很完整的接招的話 應該是123連放 就不管3721了 尤其是第二招過肩摔之後 你不要讓他彈起來 你可以直接接3 他過肩摔完之後 馬上可以3直接出手 這個待會我們演示的話 就可以多試試看 那這個百萬大錘蒸氣 就是那個所有七下射 很多七下射都有這一招嘛 這一招的話 集飛之後敵人度落下來之後你要對準 你不可以太早放 因為太早放你就落空了 你的人就跑過去了 就打過去了 所以他等敵人快掉下來的時候再放這一招 所以這招其實是很容易放空的 但是他的放空不是打一下就沒了 是放空之後他的位置往前打 大概是這樣 那他的那個特殊卡的話 是如果你距離太遠 沒打到敵人 或是你前面沒有敵人的話 就會落 就會失敗 就會放空這樣 你就會空大 OK 那他的打手技能是 所有敵人 所有敵人 放下來之後 所有敵人就會受到電傷 20%電傷 然後每10秒嘛 10秒內每秒受到20%電傷 也就是說 10x20 就是200%傷害啦 200%攻擊力傷害嘛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來看一下他的核心 核心比較可惜啦 這個 他 他 他這個 Q他沒有換這個 七架射 萬聖節七架射 所以就不能掩飾這個 因為 怎麼看都是 這一隻七架射跟他最搭啊 雖然可能 可能因為他太醜了吧 我覺得有可能太醜 有些人覺得他醜 有網友給我留言說 這個萬聖節七架射太醜 他根本就不想合成 那Q的話 好像還差一些 還差一些戰魂吧 他可能都沒打 比較可惜啦 我是早就90等了 我七架射已經90等了 OK你看這邊有電傷傷增量嘛 然後又有暴擊率啦 因為他跟暴擊和電傷有關嘛 暴下去之後就可以把人家 核心有血嘛 暴下去之後 普攻暴擊也算嘛 技能暴擊也算嘛 最佳兩倍剩餘的電傷嘛 電傷就是 看你剩幾秒啊 對吧 你剩七秒都有 他就把電傷一次給你 然後兩倍 沒有那個 機師三倍那麼誇張嘛 那兩倍也蠻強的啊 跟那個三島 三島瓶八差不多吧 我們看一下三島瓶八是怎樣 好久沒看這一隻喔 鐵圈的 這兩隻嘛 三島瓶八也是電傷吧 有沒有 他也是 暴擊命中 然後追加電傷兩倍 但是他沒有暈眩啊 那七架射 這隻七架射有暈兩秒啊 所以還不錯啊 這個他就比那個三島瓶八還強啊 但是 電傷得貨啊 這邊也是22% 27%嘛 一樣嘛 這兩隻差不多 跟七架射一樣 也是七秒內 一個是22% 一個是27% 所以三島瓶八 應該不是什麼 他不是紫卡 他也是一般的卡 但是鐵拳的特性就是都特別強 特別猛 畢竟對於 整個遊戲流程來說 鐵拳是後出的角 鐵拳是後出的角 那依照遊戲的慣性就是 後出的角 一定要比之前的角 還要強 對吧 人家才會想要買 才會想要買單 新角一定要比舊角強啊 這樣人家才會想要繼續 課金 去抽他 你不能出了一隻角色 然後比之前的角色還爛啊 沒人要買單 沒人想買 除非他有什麼特點啊 像這個是 轉性嘛 就是把男角變成女角這樣子 OK 很可惜啦 沒有 那這邊這個比較特殊 在關卡 應該是那種故事模式 或是什麼 什麼打什麼關卡的時候 被打的時候 可以獲得一秒內 防禦所有攻擊的防禦罩 防護罩 我不知道這個CD多久欸 就因為我沒有 他沒有這一隻 我就沒辦法測試 那如果你有這一隻的人 剛好可以測試 也可以留言給我 給大家知道一下 因為我沒辦法測試 就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加爆傷嘛 還有爆擊率啊 那這邊就不用裝了啦 我待會就直接裝這個 這個很普通嘛 非常普通 就是回復 打敗那個小羅羅的時候 可以回復2%的HP啊 打Boss沒用啊 Boss死了 你回復2%也沒意義啊 就在通關的時候可以讓他HP快點回復吧 很多角色都有啦 像那個瘋八也有嘛 瘋八也有 只好上一期講的那個誰啊 那個羅力城也有啊 也是2%嗎 2%好像就是基本的啦 OK 緣分就講到這邊了 那這邊差不多結束了啦 沒什麼可以特別注意的 就直接 啊那個特殊卡 特殊卡 應該不用看了 應該差不多吧 看一下好了 特殊卡得貨啊 裝備中 找一下這一張 OK 那他一樣是武器卡嘛 然後 這攻擊好像都大概1800多%啊 我看每一隻都差不多是這個 那這一張 很多人有時候會問說 這種特殊卡可以共用嗎 答案是不能共用 不能共用 那就這樣子 不然你來看一下 直接來看一下好了 為什麼這邊有個按讚啊 按讚是隊長嗎 有可能喔 有沒有 這邊不能共用啊 如果有共用的卡片他會跑出來啊 可以共用的話 比如說 有沒有什麼可以共用的啊 啊算了不用測試了 反正就這樣吧 他是獨立的一張卡片 你一定要去抽才會有 才能可以裝 OK 那一樣嘛 我們就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史詩任務 應該不用去打大蛇啦 因為大蛇都應該會被殘虐吧 因為他的技能就是那種 左右衝來衝去型的 不是衝來衝去 就是他橫移的速度很快 他在螢幕跑 橫移的速度很快 他不是站在原地 然後放大招輕怪這樣 或是放氣功 沒有他沒有氣功 然後三招都是攻擊技能這樣 那雖然是直屬性的嘛 沒關係我們不怕 那黃克子嘛 那沒關係還是可以打 因為這個buff夠多 那就 打個 打第11張好了 每次都打這個 那這邊的 組隊的方式就是 因為他是攻擊型嘛 你可以選擇當 這個95金 來這個 降低這個冷卻時間 1.5秒 你也可以用 你也可以選擇一個半 就是用那個AS馬力 0.8秒 那攻擊力加30% 那他自己的話是 攻擊力加50%嘛 然後我隨便配這個 977加射 因為真的沒有那個 萬聖節可以測 比較可惜啊 OK 那戰鬥卡的話 看一下喔 就這樣嘛 一樣嘛 庫拉套卡 然後兩張-CD卡 然後這個超必殺卡 都練滿了 然後也90等了 核心應該都滿了啦 沒錯 親密度的話應該沒吃啦 因為 還有差嘛 還有差一些 可以吃啦 但是10等以後就是給戰魂而已啊 就看你要不要吃啦 我是覺得還好 有沒有這個 10等以後就給戰魂啦 前面還可以給紅寶石啊 加攻擊力 這還可以啊 就如果你已經90等了 你就 不太缺這個戰魂嘛 就不需要給他吃了 省下來喔 省下來喔 除非你真的多到爆 OK那直接開始吧 這隻打起來會有點難度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技能 不太好接 不太好接 我們知道剛剛說的嘛 1 2 3 接完就沒了 但是他這邊有一個地方是說 他這邊有電傷嘛對不對 他這兩個電傷是會分開計算的喔 你看 沒打到 要命中才有 大家看一下電傷 有沒有 一個嘛 然後第二個 他剛剛出現兩個嘛對不對 就是他1和2是分開計算的 所以他會疊在一起 他會顯示2 然後剛剛我爆擊發生 他立刻暈眩 然後那個電傷就 兩倍追加他就不見了 就立刻獲得那個追加 然後他的摔比較可惜是摔一個人 有沒有他第二招摔是摔一個人喔 比較危險喔 就是說如果你在打小怪的時候 你會比較危險 等一下管 放這一招 這應該放得到啦 大概 這個距離可以 再遠一點就不行 我們看一下喔 如果我在這裡的話 大概這裡打得到吧 在這裡大概打不到 那個超必殺 武器超必殺卡 OK他現在要兩倍電傷 你可以直接立刻接 然後接超必殺也可以 然後他暈眩了嘛 然後超必殺接完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的那個三氣的超必殺 接完的時候 我先把這個小怪打死 就是我的三氣超必殺卡 施放完之後 他會把敵人揍到地上 揍到地上那一瞬間 敵人會稍微彈起來一下 你1是接得到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正常打的話 1 2 3超必殺 還有機會再放1 2 3 可以給他這樣一個循環 可以給他這樣一個循環 這邊可以接超必殺啊 那我們直接接1喔 你們看喔 我直接接1喔 接得到的 只是他死掉了 OK 那他就沒有給自己加什麼buff的東西了 沒有什麼加防啊 加攻啊 就只有 比較偏重於傷害這樣 那來打一下這個 雷歐娜和瘋娜這兩關 雷歐娜前面有那個小怪嘛 可以稍微打一下 那待會打瘋娜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卡切過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只是瘋娜他很會閃啊 他比千賀還會閃 就是你會更不好接 這邊會打兩下嘛 然後3是 你看1是打兩下嘛 然後就整個往前衝嘛 然後2只能摔一隻怪而已 只摔一隻很危險 這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為有些人是 摔一大群人 有時候真的還蠻好玩的 有些人他抓摔是摔一群人 那3是這樣啊 3是這樣 先近距離揮兩拳 然後再往前衝過去摔下去 不是摔下去 打下去 說錯 OK 我的接法就是 1 2 3超必殺 你可以直接按著 好像剛剛是卡了一下啊 來這邊演示一下 1 2 這邊摔不到耶 可能要等一下喔 然後2和3是可以連著按的耶 然後2因為很近嘛 大家有沒有發現 2距離超近 所以2絕對不要用2起手 要嘛你是3起手 或者是3或1起手 這兩個 我就1 2 3這樣子 這邊你要等他落下再放 不然就會這樣空打 這就是我說的問題 然後你2和3可以連按 我剛剛是想說等一下看看 想要等一下C1 可以連按 這邊我就不知道 要不要連著接啦 1 2 3完你可以連接 直接連接 然後待會再接1 1的CD還在啦 就變成說你變成 可能 可能要用那一種 瑪莉啊或是 或是95斤這種 來降CD 因為我已經裝好2張CD卡 就是說如果你想要給他 一個完整的連招的話 你要嘛就是 接個1兩下普攻 對吧 就是你在這中間要差1兩下普攻 不然你的 你如果連按1 2 3 超必殺 你的那個 秒數還會再差個0.5秒 大概是這樣 比如說我直接換那個瑪莉好了 換一個那個AS瑪莉 我先不要用95斤啦 AS瑪莉放哪邊去啦 因為他沒練戰鬥力比較低 在後面 這樣我們少這0.8秒的話 減這0.8秒應該可以給他完整的一套 但是他很會閃 他真的很會閃 這基本的三招 這三招你連著按就可以 連著按就可以 你可以不用等 但是因為他很閃 我等一下給他一套喔 1嘛 2 2 2這邊最好等一下 不然你會抓不到 像剛剛那種空摔 然後因為我有瑪莉耶嘛 我應該是好的 我就可以接 這個要等這個要等 2要等 OK 1 然後2你等一下等他落下 然後可以馬上接3 然後之後給他超必殺 然後再一套 大概是這樣 我先收集一下氣 再掩飾一次 OK 這樣應該可以了 等他霸體 這邊的話 你就最好等他落下 會比較穩一點 這樣就比較吃緊啦 剛剛沒打完嘛 這邊因為他第三下是往下揍嘛 這邊因為他第三下是往下揍嘛 所以你一定要 你的 超必殺 最好是在他還沒揍下去之前 你就要趕快看他掉下來那一瞬間在接 所以我才會說他是有難度的 你要好好的去練一下這些接招 你不能 不太能說無腦 然後 亂按123這樣按 這個是0.8秒嘛 所以你的那個 技能會稍微可以 這樣接 那如果把他換過來 這樣會更好接 但是你就失去了那個 攻擊力 少了30% 從50%降到30% 然後現在降到沒半% 就要看你去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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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那個 因為風浪 風浪很會 很會躲 這樣記得到嗎 過頭啦 所以最好是在角落 你不在角落的話 真的 他的那個 有沒有 他會把他踹在地上 你這時候要接超必殺 是有難度的 我要等氣 他應該有吧 因為他已經落到地上 然後可以再接1 再接2 再接3 那就完整的一套打完 就是1 2 3 超必殺1 2 3 但是就是CD問題嘛 怕他整個掉下去 怕他整個掉下去 當你少那個 不是覺得少那個 就是95精英那個隊長 1.5秒很多啊 所以我們的技能就會很好接 你就可以不用在那邊等啊 想放就放有沒有 大概這樣 大概這樣 就3個方案嘛 一個是自己當隊長 一個是瑪莉當隊長 一個是95精英 當隊長 然後 自己當隊長比較暴力 但是你的技能就很難 很難可以這樣接 那瑪莉的話 就是勉強 你要再去抓一下那個掉下來的感覺 然後每一招 出招你可能還要特別去講究一下 那如果你是自己當隊長 就沒辦法 會比較痛 但是 我們打打看嘛 然後不用跟大蛇打 這隻一定打不過大蛇 他的招式很難跟大蛇打 這邊我就是 全部都是 不要連著接 就是這樣子 第二招太近啦 這招比較遠一點 但是他沒有 沒有把敵人擊飛 所以 最好是 1起手 因為3沒辦法把敵人擊飛 1和2可以 2很近 2很近是可以的 但是太近 所以之前第一天好像有網友跟我說 他覺得這隻七加色玩起來很卡 確實很卡啊 應該技能都不好接啊 不是可以連接的啦 不用等 然後暈眩的時候就可以偷打他 繼續接 1 2 3 有沒有 就這樣子 然後他防禦也沒關係 他防禦你2是可以破他的 我待會演示一下 2打他 就是要近一點2打他 等他防禦還是會被我摔這樣 我現在要演示2打他 然後他防禦 不防禦啊 我沒辦法 不好演示 快死了沒辦法 好吧 沒辦法 OK 那再演示一下用瑪莉的 就做最後一個循環啦 瑪莉的話我是覺得勉強還可以用 就是那些技能 可以連得起啊 那金一定沒問題嗎 剛剛大家有看到嗎 減納琳1.5秒跟0.8秒還是有差 欸 他怎麼 他怎麼賴在地上不起來 我不敢接那個啦 我不敢接那個啦 他大招很難接 那個角度不太好接 這樣應該有機會 他就彈在地上那一瞬間是可以接的 他躲過我沒辦法 所以我覺得瑪莉OK啦 瑪莉OK啦 瑪莉-0.8秒是OK的 如果你記住不到位 你可以用95斤啦 但我覺得那個瑪莉30%也不錯啊 有沒有 倒地那一瞬間 他彈在地上那一瞬間 OK 瑪莉OK 你可以不要接人那麼急啊 大家懂我意思嗎 就是當你抓到感覺之後有沒有 他 第一招第二招敵人都會擊飛嘛 第一招 打下去擊飛 落下來的時候你就接第二招 然後第二招打完 過劍摔之後又擊飛了嘛 你如果覺得CD夠了你可以馬上按3 然後按3之後他最後一下會把電 捶到地上 捶到地上的時候他不是會微微彈一下嗎 就捶到地上那一瞬間馬上接超必殺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之後又可以再給他來一套123 這是瑪莉的接法 那如果你是95斤的話 會更好接 但是你傷害相對來說就比較低 比較低啊 傷害更低啊 OK那這一隻的用法大概是這樣 有一點小難度啦 那就看大家覺得他怎麼樣 我是覺得 你玩起來會有點辛苦 會要比較認真 比較認真去玩他 然後就沒有像什麼 乾枯的七架車一直摔一直摔一直摔 一直摔一直摔 然後我是那種 羅力層那麼暴力 或者是 就不要把他來當 把他拿來跟紫卡比啦 那整體來說是一隻紫屬性的隊長技能 就是 你如果是純色隊的話可以拿來 拿他來當隊長技能 是OK的 跑去哪裡啊 在這裡 然後傷害的話應該也表現不差吧 因為有電傷兩倍啊 這邊嘛 就比較可惜的就是緣分 他沒有這一隻嘛 我這一隻應該會很猛吧 會比這個用這隻還要猛一點吧 我是講打Boss的時候 因為這個打小怪可以會HP啊 那打Boss沒辦法 我剛剛都在打Boss嘛 應該用這一隻啊 這一隻會很好 暴擊率增加嘛 他有暴擊率就是可以把人家暴暈啊 然後又可以電傷兩倍傷害這樣子 這 兩倍之後不就變30%嗎 還有這個什麼防霧罩 這我就不知道了 這個因為我沒有測試嘛 我就沒辦法想像 只能想像啊 不是說沒辦法 只能想像他大概是怎樣 實際上不知道 OK那大概是這樣啦 這一隻 看你喜不喜歡吧 那就是一個身材還不錯吧 身材還不錯的一個女角 那超必殺不好接 就是你要抓到那個感覺 剛剛我說的嘛 一二三玩那個超必殺 剛剛有演示出來嘛 就是一二三超必殺再一二三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那有時候會失敗是因為那個雷歐娜 他閃很快 他閃超快 有時候你沒接他就閃過 那這一期的介紹就先到這邊吧 如果你有抽到這一隻的話 也可以參考看看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好的那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